今天继续给大家讲香腥料甘草 甘草也是属于能呼吁食材香味的辛香料 同时也是传统补一类中药 在一些滋补菜品中会见到它的身影 它属于荒香型香料 它还有饼鸣、甜草跟蜜草等 甘草的香料性是具有气味特殊 性贫、味甘 肠脂微甜 可呼吁菜品甜味和香气 同时还有一定的去腥厨艺作用 甘草质量以红皮为佳、黄皮赤脂 祖产于我国西北、华北等地 以产自内蒙古临下的甘草品质最佳 甘草在食品中可做甜味剂 还可用来配置护活香辛料 其用量每千克食材添加约为5克 甘草还有调和滋味的作用 可用于平衡和中和各种香辛料的药材气味 在香料配方中 用量通常不宜过大 否则自身的药材味就会显现出来 在香料配偶中一般做成料 着实料使用 好,甘草的用途以及用量介绍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关注转换收藏 下期我们讲新香料自然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学到就是赚 感谢观看